85. 《工商時報》 第二季出貨冷收收衰退9.5% 2015年7月14日綜合要問A5 喉良魚冷收收 《官能Gordner》最新報告指出,今年第二季全球出貨量衰退近一成 下滑幅到達2013年第三季以來之序,且前五大品牌無一幸免 各市場中,以油販勾情況最糟,出貨年減幅近16% 展望第三季,雖有微軟運10上市的正面因素激勵 但該機構仍認為PC出貨量將再出現約4.4%萎縮 第二季全球PC出貨量為6840萬台,年減9.5% 功能歸因有三大利空因素,分別 1. 強勢美元導致多國貨幣匯率波動 推性縱端PC 售價 傷害需求 2. 去年因美元XP停止支援更新 從長機市場先掀起的換機潮以過 3. 微軟運10上市將於第三季上市 各地經銷商嚴格管控庫存,減少對舊機種的拉貨 不過,故能補充,上述三大因素都是短期性的,並沒有改變 P.C. 市場結構,如股明年2016全球P.C. 市場依舊有望高別多年衰退 緩步潮成長的方向前進,在全球三大市場裏 第二季以範額ME衰退最多,約年減15.7% 出貨量為1860萬台,但故能說 在業者以近乎一季時間管理庫存,甚至制出不適傷害無利的速消後 第三季應有較佳的運10新機需求 亞洲市場出貨量為2420萬台,年減2.9% 最大市場中國因消費性P.C. 衰退,出貨年衰退4% 美國市場部分,則呈現著機箱位數百分比下滑 不電過位數成長的現象 探其原因,故能分析 應是有市面上許多的評價不電 吸引企業用戶採購所致 總計該市場第三季出貨量1510萬台,年減5.8% 各地冷淡的需求,讓前五大品牌呈現約5%20%的衰退 其中,聯想雖然以百分之十九點七,近乎五分之一的市佔率 紅具市場龍頭,但由於在拉美,日本,泛勾市場都有雙位數的出貨衰退 導致該品牌中止從2013年第二季以來,約8個季度的連續增長 市佔率百分之十七點四,排名第二的惠普 也停止連五個季度的出貨成長,且在翻歐市場急劇下滑 相對於聯想、惠普,市佔率百分之十四的市場老三大 也停止在翻歐的衰退較少,故能認為,應是其較不偏重消費市場 所以受通路庫存調節的衝擊低。 希望大家支持您的整個人 在翻歐市場上 i có可能性觀眾的不跟節優惠 先來支持明星、後來 интерцы、故能、教能、反省、缺騰 電視、故ет、歓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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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